好 各位学员们大家好 下面大家开始跟着我来学习的是 本教材当中的最后一章了 这一章如果大家完成就顺利完成了 这一章其实也不难 讲的是涉外经济的法律制度 好 我们还是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简单的串一下 首先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我们没有把它作为重点的章 还是跟前两章一样 大多都是理解记忆性的东西 理解起来不难 就读文字上的一些内容 一看就明白 但是你要说都背下来 那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说大家凭着文字上的理解那些知识 然后呢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总体最大的特点就是 理解起来不难 知道吗 所以就导致判断呢 也会不难 违法呀还是合法呀 没有问题 但您别记 哎呦你要说背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他也不让您背 他不就让您选择题吗 哎还是希望大家好好读懂文字上的含义 会判断就可以 好吗 好 所以呢这一章一共就三节 内容也不多 重点就在前两节上 对外投资法跟对外贸易法主要是在这两节 外汇比较简单 但是呢这一章的出题要比前两章要多 这是出题的人比较喜欢的 最近尤其是这几年考试 它的分值基本上是六到七分呢 基本上有的时候冒尖的时候三个单选三个多选 你看三个多选就四点五分 再加上三个单选七点五分了 所以他基本上题量比较高六道题呢 所以大家呀 在最后的三章里面 你听我的 你先玩命刷这最后一章 你把这一章鸡脚干嘛的 哪一句话里都有可能出一道题的 你都练到了 你通过题去看去 你别念书 你念书你根本就念不下去 你是通过把它变成了题 记答案就行 你把这一章玩命都看完 把题都刷了 你再看反垄断就比较容易了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反垄断法 就是文字性的一些东西 你只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 都能判断出它合不合法 它很容易的 那个国有资产啊 能看就看 不能看就拉倒了 丢个两三分没关系 但是这两章的分相对比较多一点 知道吗 这一章基本上最少六分 上一章差不多一滴五分 这两章基本上加起来就十了 别轻易丢 好嘛 这两个加起来也不少分了 一定要玩命看 好了吗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一章的教材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它对考试影响也不大 所以咱们就按部就班的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重点 来梳理一下 先进入第一节的学习 讲的是涉外投资法 这个关于涉外投资法 它是从两个角度说的 知道吗 咱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第一个角度说的是谁 是外商 投资谁 投资我们境内 投资我国的企业 是外商把这钱投给我们 这叫涉外投资 第二个是换一个角度 是我们国家的企业 我国的企业 直接投给谁 境外去投资 去投给境外 所以它是一出一进 正好两个反方向 这个都应该遵守涉外投资法的规定 好吗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两个各自的规定 大家看好 外商投资的管理规定 说的就是外商 投给的是谁 投给的是我国 简称叫资本输入 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 第二个对外直接投资 正好相反 是我国的资本投给境外 它叫资本输出 它不是输入 两个看明白了吗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资本输入这一块 外商 我们信外商吗 改革开放吗 国门大开 所以我们鼓励外商投 但是在鼓励外商投的时候 一定要给外商创造一个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看好了吗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 什么叫外商投资 单独或者跟其他的投资者 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界 这不就是我们原来传统说的三资企业吗 外商跟中方合资经营 合作经营 外商自己独资经营 但是都设在哪 中国境内 这是直接开办企业 对不对 第二个是 外方直接就买得中国企内的企业的股份 股权和财产 简称这个外方投资 直接就收购 我们国内企业的股权股份来投资 第三呢 是外方单独 或者跟其他的投资者 共同境内来设立项目 他不开办企业 他也不收购 但是他是投资新项目 他不设立企业 也不取得境内企业的股份 他跟前两个不一样 第一个是设企业 第二个是取得股份 第三个 他不是取得股份 他也不是企业 他是什么 他直接就是投资在我们境内的某一个项目上 参与项目 看见了吗 所以这些也叫外商投资 好了 这三种表现界定 大家看好就可以了 然后呢 要注意 我们鼓励外商来投资 所以关于外商投资的促进里面 吸引人家 都是文字性的 所以这些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了 其实我念不念都没关系 对不对 鼓励在外商投资的政策上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 听说了吗 这点要注意 要保障内外资参与平等的市场竞争 这一点是老外特别注重的 明白吗 所谓的平等竞争 他说你不能内外有别呀 你给你中资企业待遇 你不给我外资啊 所以尽量要做到 跟内资企业平等的参与 有关行业标准的制定 大家都遵守这个标准 大家共同 允许外商自行制定 或者跟内资企业联合制定一些企业标准 国家定的一些强制性的标准 应该对内外资平等适用 不能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适用 高于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这人老外很反感 你这属于差别待遇 好 这就是呢 第三 第四 保障外商企业 得要通过公平的竞争 来参与政府采购 老外很多诟病地方 他说你在这个政府 在对外政府采购的时候 你不让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招投标 他说这是不公平的 政府及有关部门 不能阻挠限制外商投资企业 自由进入本地区 来参与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中的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 不能够在信息发布 供应商的选择 评标的标准 对内资和外资实行歧视差别待遇 不得以所有制形式 组织形式 股权结构 国别等等 这些产生区别 反正知道就不能采用差别待遇 特别敏感在政府采购上 你这些文字都不用一读 反正你核心的内容知道就可以 外商投资是可以依法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债捐 我们鼓励你到中国来进行发行股票 发行债捐 没有问题 加强对外商投资的服务 加强对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完善 鼓励引导外商来进行投资 这种鼓励引导表现什么呢 你们可以按照法律的法规规定 享受跟内资企业一样财税方面 金融方面 用地方面的优惠待遇都能申请享受 你拿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收益 只要在中国进行扩大再投资的 都能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 考税法的学员不就知道了吗 这个优惠待遇是什么 你外国投资者把在中国投资的钱 分得的股息红利再投资 这叫赞不征收 预提所得税呀 这是在税法上不就给你优惠吗 在我们法律上相应的优惠给你什么呢 你再投资时就不要求你非得用外币来投了 你就可以直接拿人民币的利润 你就可以进行再投资了 你直接投资时你一定得用外币 不能用人民币 这些都是优惠 好了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个 都是文字性的叙述 没有让大家背的东西 但是呢只要考题 大家自然就会判断 你凭你的基本判断能力一点问题没有 总之一句话 在对于外商投资的保护方面 内外资应该一视同仁 不就行了吗 你本着大方向自然就会了 第三个对于外商投资的具体保护 保护什么 第一保护他们的产权 知道吗 对于外商外国投资者原则上是不能实行征收的 哎呦别给人国有化了啊 因为我们一般这个境外投资者呀 到中国来投资 包括中国的企业到境外投资 最害怕的就这国家把你国有资产都国有化了 你看现在俄罗斯很多的一些个大的一些企业家 在境外的资产都给没收了 战争吗 没办法 最害怕的就是这 信任吗 特殊情况下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 但是必须按照法律程序 必须不能有歧视性的待遇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值给予补偿 这你明白不就行了吗 还背什么呀 这就叫加强产权保护 外方在中国境内的出资 赚来的利润 资本的收益 资产的处置 许可使用权的这些费用 自由的 你拿人民币 你拿外汇都能自由的汇入汇出 任何人不能够加以限制 自由的汇出境内境外 好 第二个懂了就可以了 第三 这个外企里的外籍职工 港澳台的这些职工 他们的工资收入 合法收入都能自由汇出 不限制 好 保护外国投资者 他们的知识产权 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有侵权的同样获得保护 鼓励外商基自愿原则 跟我们中方采展技术合作 平等的来进行协商 读一下就行了 这还有什么可背的呀 是不是这样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许可 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手段 来限制外国投资者技术转让 或强制他们转让 这样吗 强制外方把技术卖给中国 不允许 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 确需外方涉及到提供商业秘密信息的 一定要把这个信息知道的这个人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 凡是跟旅行政府职责无关的人员 不让他们接触到相关的材料 就外商啊 他特别忌讳 就是他好多一些技术秘密 由于中国设立了一些行政许可呀 行政审查呀 他就必须把这些个信息资料要提供给中国 有关机构 但是呢 他怕这个中国的有关机构呢 有些人员就把这个他的秘密就给泄露出去了 所以我们消除他后顾之忧 明确说了 知悉这个商业秘密的范围 一定限定在很严格的范围之内 好吗 来消除他们 好 这就听懂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对外商投资的保护 看完了 练练这道题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这种东西你都不用背 你自然就会判断 外商投资企业 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制定 或者跟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 完全可以呀 你可以参与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在境内境外发行股票债券进行融资 可以呀 没问题 外国投资者在境内的出资利润等 可以用人民币 可以用外汇自由的汇入汇出 可以呀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职工 港澳台职工 他们的工资都可以自由汇出 你要是没学的话 刚才没讲你 这都能蒙对了 准确答ABCD 所以这一张的 其实有的时候 那个选择题挺好出的 尤其是第一节挺好得分的 会判断就可以 好吗 好 这是第一个体现出来的 第二 强化对于制定外商投资文件的约束 就我们在出台有关涉及外商投资的一些个规范性文件 一定要强化 一定要规范符合公平竞争制度 各级政府在制令有关这些文件时一定符合法律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 绝对不能减损人家外资企业的权益 或增加人家的义务 不能设置准入退出的一些限制条件 不得干预人家的正常经营 这你还不会判断的 肯定能判断 这是第二 第三 促进地方政府一定要守约见诺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一定要守诚信 你自己不能出而反而 你给人承诺 给人答应的优惠 你就必须得做到 所以政府各部门要履行对外投资者的一些政策承诺 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 换届 职能调整等原因 人为的毁约 这一点造成影响特别不好 哎呦区长换了 然后新区长来了 说他定的 不管事了 从来 那人老万一看你这哪有诚信问题啊 对不对 好 因为国家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承诺的 合同约定的 一定要公平合理的 得给人补偿 哎 这个是保证人家公平的 好吗 第四 要健全投诉的工作机制 信息投诉要沟通 啊 要完善投诉工作中的重大政策的 措施的处理和外商投资者反映的问题 县以上的政府各部门 按照透明高效的便利原则 要建立一个投诉工作机制 及时处理外国投资者反映的一些问题 你说这有什么倍的 你就读读就行了 县级以上的政府 应该指定部门负责受理外国投资者的投诉 专门有一个接受投诉的一个中心 好了吗 完了 这就是第三个 关于怎么对外商投资来进行加以保护 行了吗 鼓励人家要给他们政策要透明度 要守约 知道吗 要给他们公平竞争 对待的环境 好了 这就OK了 注意对于这些外商来中国投资的这些 也要加强管理 怎么管理 注意 在准入前的国民待遇 再加上负面清单 实施这样的管理 这个结论必须记住 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 我们解释什么叫准入前给予国民待遇 说的是在投资的准入阶段 应该给予外国投资者不低于跟本国投资者同等的待遇 这不就叫国民待遇原则吗 第二 什么叫负面清单 在特定的领域 凡是对外商投资的准入 规定一些特别管理措施的 看明白吗 列在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国投资者是国民待遇 但是列入到负面清单之内的必须得遵守 所以我们对于外商投资在产业准入上 也是要有限制的 实行的是负面清单制度 列入到负面清单以内的禁止你从事哪些行业 看好啊 负面清单里规定 凡是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外方是绝对不能投资 这要满足我们的产业政策 关系到国际民生的 涉及到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商绝对不能进来 第一句 第二 负面清单规定不是绝对禁止 是限制投资的这些领域 外方要想能够符合清单里规定的股权要求 高管人员的要求一定得满足 就是凡事不是禁止你 但是限制的领域一定要按照清单的规定持股多少 比如说限制领域不让外方控股 那你持股绝对不能超过49% 知道吗 哎 这个要注意 另外高管人员 外籍人员不能占多少 你这必须得遵守 第三 主管部门在履职中对外国投资者 这个你列的负面清单领域 但不符合清单规定的 一律不办理许可登记 也就是说我们登记部门在给你登记时 他如果认为你就是属于负面清单领域你的 不给你办登记 好吗 涉及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的 一律不给你办理 因为他不让你进来 这个大家清楚了 好 这就是第二个 没问题吧 第三个 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 对外商投资实施监管 表现为什么 外资企业的登记注册 由国务院市场监管部门 授权给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跟我们内资企业一样 但是注册资本 可以用人民币 可以用自由兑换的外币来进行表示 都可以 需要办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的 必须按我们国家的规定 该核准核准该报备报备 外方在依法取得了许可的行业领域进行投资的 除另有规定外 负责实施许可的主管部门 必须内外资一致的情况下审核他的许可申请 不得附加歧视性的条件 这都是文字性的东西 大家就可以理解 然后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制度 商务部会负责统筹全国的外商投资的信息报告工作 地方的人民政府的商务主管部门 包括自贸区 包括经济开发区 就负责本区域外商投资的信息报告 市场监管局呢 是指导全国的登记机关的登记的信息系统建设 给他登录到公式信息平台 投资者或者外方企业要通过提交初始报告 变更注销报告等等 要报送他的投资信息 好 这些看看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整个对外商投资的保护制度 包括什么呢 鼓励保护的问题 包括管理问题 好吗 这些大家就读一读 肯定你判断是没问题的 第二个是加强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 第一个叫需要事前就应该申报的 下列范围内外商投资者或者境内的当事人 要在实施投资前就得主动向我们的工作办公室报告 主要投在哪 涉及军工的 跟军工配套有关系的国防安全领域 涉及军事设施的周边地域投资的 这个敏感 因为这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这个必须事前必须得报 第一个 关系国家安全的农产品 重要的能源资源 重大的装备制造 基础设施 运输服务 文化 重要信息 互联网 金融 关键技术 这些 并取得了实际控制权的 那会危害国家的安全的 经济安全 刚才是国防安全 这个说的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的 外商如果投资 并且还取得控股地位的 一定得报 好吗 好 这就是安全审查适用的范围 类型呢 大家看分一般审查 一般审查说的是 这个工作办公室 接到了这个申请之后 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一般审查 不是30天 30个工作日 审查期间是不能够实施投资的 如果经过一般审查 认为OK 没有问题的 马上就应该什么 做出这个决定 如果认为会影响国家安全的 就要进入第二步 叫特别审查 OK 听说吗 所以他的审查分 一般审查和特别审查 特别审查 大家看 是什么呢 是凡是呢 做出启动特别审查的 要通知当事人 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 就通过影响国家安全 禁止投资 他就无非做两个决定 好 这些看看就可以了 第三 还会附加一些条件 让他整改 来消除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只要这个外商 接受了这些附加条件 做出了这些承诺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决定通过 好吗 这个时候是从启动之日起 特别审查要在60个工作日完成 前面的一般审查是30个工作日 这个特别审查是60个工作日 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延长 审查期间一律不能实施投资 就跟那经者集中一样 好了 这些大家该记得记得 最后经过审查的结果 通过可以的 您就投资 禁止你的 您就不能实施投资 已经实施了怎么办 必须恢复到之前投资前的状态 如果做出是负条件的决定的 必须按负条件的规定去实施投资 好了 我就给你念一遍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个 关于外商投资 需要不需要事先的审查 凡是涉及到国防安全的 涉及到经济安全 必须得审 审的时候是一般审 还是特别审 哎 清楚就行了 第三个是关于签订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 因为外方跟中方之间 办合营啊 合作不得签合同吗 好 注意 凡是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签的投资合同 如果当事人以未经批准登记为由 主张无效 法院是不支持 原因是什么 是列在负面清单以外是自由的 不需要报批的 就是应该报批 他也不以什么批准作为生效要件的 这个时候你主张无效是不成立 但是列入到负面清单属于禁止投资的领域 这样你即使签了合同了 通通无效 人民法院是支持的 好吗 这是第二句 负面清单里本来列举是限制投资的 结果只要当时违反了限制性的措施 以这个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法院支持 因为你恰恰违反的是限制性的这一块规定 但是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 你满足了这个限制的测别措施要求的 这个时候你主张合同有效 法院是支持的 你补救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吗 列入负面清单里的 你签了也没用 合同肯定无效 没列入负面清单的 哪怕是没经批准 你合同也是有效 列入到限制投资领域的 结果你签了 违反了限制性规定的也是无效 但是在判之前 你又满足了这要求的 照样有效 用自己的话总结一下 OK 这就是外商投资里面的具体的合同问题 看完了 列列这道题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 给予国民待遇 OK 没问题 负面清单里规定禁止投资的 外方如果投资 得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股权 他都禁止你投资 哪有什么股权要求啊 你根本不能投 负面清单里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 你可以投 你但必须得符合股权的相关要求 所以这俩正好相反 禁止的是不能投 限制是可以投 得符合股权要求 对于准入到负面清单之外领域 形成的投资合同 当事人以未经批准为由 主张不生效的 人民法院不应该支持 不是予以支持 是负面清单以外的 合同不当然无效 所以最后准确正确的答 选对了吗 一判断就知道 读完了自然就知道 哪个是合法的 哪个是不对的 所以不要求背这些 就是理解就可以了 好到这为止 大家看都是指外商给咱投 这叫资本输入 好了吗 这些基本要求 怎么保护外商 怎么管理外商 双方签的合同到底有没有效 负面清单之外的 负面清单以理的 你把这些折腾清楚就可以了 最后反过来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反过来这叫资本输出 我们投给境外 这个投给境外实行两个制度 一个是核准制 一个是备案制 首先看由商务部门负责核准备案的 都是谁 敏感的地区 投到敏感国家 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 商务部核准 其他的境外投资 备案就可以 这是由商务部门的 第二是由发改委 核准备案的 涉及敏感国家地区的 都由国家发改委 其他的都是在国家发改委备案 其中投资的主体是央企的 备案机关是国家发改委 投资的主体是地方企业 并且投资额在3亿美元以上的 是由国家发改委 虽然是地方的企业 但你中方的投资额 已经3亿美元以上了 如果是地方企业 但是在3亿美元以下的 这个就由省一级的发改委备案就行 所以他还得要看你中方投资者 投的这个钱 是在3亿美元以上 还是3亿美元以下 好了吗 但是如果你是央企 那就直接国家发改委备案了 地方管理的企业 就要看投资额了 好了 这些大家看看不就行了吗 OK 这就是第一节 整个讲的是对外投资 所以大家就发现第一节其实很好拿分 我们最后第一节简单做一下总结 关于这个涉外投资里 包括外商投资 他是作为投资方 还是中方投给外方 投资境外 我们的重中之重都在外商投资了 我们得吸引外商来进行资本投资 对不对 所以在外商投资里面 我们主要应该知道 第一个大方向 它的基本的保护 鼓励制度 如何鼓励外商进行投资 这些鼓励制度 总之大方向记住 都是内外资企业 应该是什么 一视同仁相同 不能搞差别待遇 允许他们参与来制定标准 允许他们参加政府采购 清楚了吗 这大方向只要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 如何来进行管理 知道吗 我们对外商投资企业 在投资过程中的管理 主要是实行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 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清楚 只要没列入到负面清单的 跟中国的企业是一样 享受国民待遇规定 负面清单以理的情况下 要分是禁止你来进入的投资的领域 还是限制你投资的领域 凡是禁止你来投资领域 你根本不能进来 凡是限制你来投资的外商 你必须得满足我们相关股权比例的要求 和任职的高管人员的要求 你满足就可以了 这就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这一块 好吗 第三个就是当外商进行投资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要强调 必须实行事先的申报制度 很重要 当涉及到危害国家 影响国家国防安全的 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 这个必须得事先得申报 申报批准了你才可以投资 这个要把握好 最后是在外商投资过程中 由此签的这些合同 这个合同的效力到底是有效无效 大家会判断就行 这就是整个外商投资 就这四个方面 大家会判断就可以了 相反我们中方对境外投资的情况下 就俩实行核准实行备案 不管是核准备案 都是两个部门 有的是像商务部 由他核准备案 有的就是发改委核准备案 好了 那你最后强化积极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一节 就这么简单 好了吗 好 把这些个内容基本上大家清楚 就OK了 所以说这一节并不是很难 这一节真正其实倒反而好拿分 因为你联盟在乎就行了 它没有什么特别较真实性的东西 凭你的一般知识经验判断 你就能知道它对还是不对 很容易拿分 恰恰是后面两节有些东西 你是不好拿分的 第一节是很好拿分的 好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